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这一盒乐高科技组42125法拉利488GTE 那这一辆法拉利488GTE并不是一辆普通的赛车 你可以看到盒子的左上角除了法拉利488GTE之外 还标明了它是法拉利车队AF-CORSE的51号赛车 那51号赛车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辆冠军赛车 它是GTE PRO组的冠军赛车 这里边的车手也是相当的有名 但是它做成乐高之后到底好不好玩呢 你可以看到乐高这一次的这一盒法拉利呢 也是使用了18家的盒子包装 对你看这边写着18家 那它整体的背景全部都使用了黑色 这也意味着这一辆车 它是倾向于成人收藏级别的 而它的零件数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也并不算多 它盒子上标明的零件数是1677片 但是还有个小问题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盒子上面 还这里倒印了一串代码 印在盒子的正面 其实挺影响观感的 那我们这一盒呢 是乐高的人广旗舰店买的 这个 哎呀 反正观感就真的并不太好 我们把它反过来啊 我们这个因为已经是打开了 那我们就反过来 你可以看到它反面 其实也并没有介绍这一辆车的晚点 只有它的一个数据 以及真车的数据 再加上真车的照片 整体看起来都是相当的简单 其实它背后的这个风格跟它的整体成品搭出来的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幻旋 后面再说 那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这里边的这一本说明书 那它的这个说明书呢 是在这么个类似于像快递信封的这么个东西里边 可能你会觉得比较艳术 对 我们之前坐的那个乐高的捉轨车 它的说明书也是放在这么个信封里的 不知道后面乐高是不是打算逐步逐步的都把说明书放到这种信封里边 那这本说明书打开之后 你会觉得还挺厚 颠在手里 分量也挺沉 一共三百二十六页 那打开它前面 自然不需要坏学多说了 都是这一辆法拉利的一个介绍 以及包括它这几个冠军车手的介绍 那它是GTE的PRO组 多次登上冠军讲台 来 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真车 它里边呢 一共是分五个步骤包 那五个步骤包逐步完成这辆赛车 但是这辆赛车完成之后 它的表现呢 其实坏学觉得有点没劲 来 我们把这辆车拿上来 那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这一盒乐高法拉利488GTE 那488GTE 其实我们之前在那个颗粒组的超级赛车里边 也是看到过的 这一次呢 也算是在乐高里边第二次了 它的这个外观 其实我觉得还行 三维尺寸 它的个头也并不小 它的整体的一个长度 也达到了48厘米 那如果你对48厘米 并没有个明确概念的话 来 跟坏学的手做一下对比 你现在基本上有个概念了吧 跟我的手臂前臂是一样长的 首先 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外观表现 虽然它只是一盒乐高 但是作为一盒收藏级别的科技组套装 它外观的还原度也是所追求的一个点 只不过这一辆车 它的一个侧面呢 你总会会觉得似乎哪里有一些奇怪 但是我们跟真车的照片做一下对比之后 又会觉得 呃 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毕竟还是有点怪 有点怪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 这一辆车 它做出来的这个底盘 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看到没 底较高 呃 真车 它的底盘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毕竟是一辆GTE的赛车 但是这一辆底盘呢 你可以看到坏血 大家知道比较胖 手指自然也比较粗一点 来 我的整个手指伸到底盘下面之后 还有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 可以略微上下进行一下活动 那它的底盘空间真的 嗯 并不太像一辆488GTE 它的离地间隙真的太大了 那如果能够再把它降低一点 我觉得它整体的外观表现会更好一点 同时 乐高的设计师 对于它车身侧面的这一些赞助商的标识 它的位置进行了一些调整 这使得 嗯 它在前后一字版这边看上去呢 就会稍微有一些怪 比如说 它这边的UPS的这么个赞助商的标识 原本这个标识在真车上 应该是在后一字版的这个位置 但是设计师把它缩到了这里 那缩到这里的好处 第一可以节省一片贴纸 第二 那自然就是你贴起来也并不会太难 毕竟这边如果说 这里因为还有个洞嘛 要放一张UPS的贴纸 稍微难度会有点高 但是把原本在这里表现的那些赞助商的标识 移到了这么一小块地方之后呢 整体的观感会让你觉得 嗯 并不太舒服 所有的标识都在这里 前后标识都没了 另外 如果说后面那个大大的UPS的标识 做不出来 可能还能理解啊 但是前面应该在前一字版这边呢 是有个小小的法拉利的盾标 那这个盾标也被移到这边来了 真的 样子难看了很多啊 原本这一套法拉利488GTE呢 它的贴纸量已经并不少了 两大张贴纸 那如果你是认为乐高是抱着节省贴纸的 这么个想法这样来做的话 它已经两大张贴纸了 贴纸也没省啊 这辆车真的已经是贴纸地狱了 我们也不在乎再多贴两张贴纸了 你说对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车门 车门是可以这么打开的 打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辆法拉利 它的一个内构了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法拉利的方向盘 那方向盘上面有一些细节的展示 前面有仪表台 这边还有中控的一些显示屏啊 等等 来 我们把它稍微拿过来一点 你看到没 那这个内构的表现还是挺好的 只不过这一些呢 全部都是贴纸而已 下方也没有做出那个踏板 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椅子 真的是非常简单 连个椅子 椅子坐着的地方都是没有了 来看到没 这边都没有坐着的 直接只做了一个靠背的造型 这个真的 好偷懒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么个感觉啊 然后它的这个前轮呢 跟方向盘是一个联动的转向 看到没 一个联动的转向设计 那这个 也是一个乐高科技组的标配了吧 然后前面 哎呀 前面我们这边 它得松开了 我们再把它接紧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车身侧面的曲线造型呢 也用了很多这种管子来表现 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像布加迪亚那些也用了这种管子嘛 那看过了驾驶室一边 再来看副驾驶的这一边呢 这一边也没啥大区别 把驾驶室的门打开 你可以看到这里一边是完全没有东西了 空空荡荡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车头正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前脸依旧是像原车一样 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似乎在告诉着你 它不是好惹的 那车灯零件可能是这一套里边 为数不多的一个诚意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零件呢 它是一个特殊制作的零件 那车灯的部分同时是做出了透明的效果 上面的这些灯呢 是使用了印刷 那这一片零件 我觉得还是挺别致的 专门为这一辆488GTE而准备的 车尾部分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呢并没有一个太让我感到出彩的地方 基本上还是很好地把原车的那种层次感给做出来了 再结合贴纸所模拟的拉花 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样式还是非常漂亮的 再配合一个大大的尾翼 GTE赛车的感觉全都出来了 那它后方驾驶室引擎外露 那这边也没有什么遮挡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里边模拟的引擎 那里边的气缸杆也是会随着你的推动 而进行一个活动的模拟 这一点呢 在很多乐高科技组里边都有类似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表现也是非常正常的 再来看一下这一辆车的底盘 你可以看到翻过来之后 看它的底盘 你会觉得整辆车看上去是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这当中有很多控制的地方 那利用这些控制的地方 你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一辆车改造成一辆电动遥控车 那利用下面的这些空刀 然后包括像后面发动机 它有预留的接口 前面的转向机构 也可以很轻易的把伺服电机给接上 再利用它这边 像副驾驶这种大块大块的空洞的地方 所以说这一辆车如果要进行改造的话 它的难度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你买了这一辆42125 不如考虑再加一套PF 把它进行一下改造 享受一下自己动手DIY的乐趣 那这一盒42125法拉利488GTE 它的官方定价1699元 那说实话 坏雪觉得这1699元花的并不太值 虽然它是挂了18家的成人收藏套装 但是从它的产品比表现来看 我觉得它也就跟42096 就是那一辆保时捷911RSR 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 也就是说它是要比42056、42083这一些要低半个等级 虽然外观尺寸差不多 但是在内在方面 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得上 布加迪啊、兰博基尼啊 这一些真正收藏级的乐高科技组 所以如果你是法拉利车对车迷的话 我觉得这一盒42125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不是的话 多攒些钱去买兰博基尼吧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1699元、1677片零件 构成的乐高42125法拉利488GTE 你还满意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